据英国《静报》当地时间2月22日报道,英国王室7岁的夏洛特小公主因其活泼的个性,在学校被同学们起了个古怪而可爱的外号。 而这一消息是王室作家凯蒂尼科尔接受采访时透露的。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生育2015年的夏洛特小公主是威尔士亲王威廉王子与妻子凯特米德尔顿的第二个孩子。 随着2022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事实,夏洛特小公主在王位继承顺序上又前进了一步,成为英国王室的第三顺位继承人,排在她前面的两位继承人是威廉王子与乔治小王子。 尼科尔女士说,早在小夏公主在伦敦肯辛顿威尔科克斯幼儿园就读时, 她就被小朋友们起了个外号,叫做战士公主,也可以翻译为勇士公主。 尼科尔说,夏洛特跟这个外号很是搭配小夏当然是公主,同时,她也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假小子。 尼科尔说,夏洛特从小就喜欢爬树,个性活泼泼辣,很有一点冒险家的气质, 看样子就算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这个外号也会继续伴随着小公主。 只是,我不知道这对夏洛特来说,算不算是个难以忘怀的童年绰号呢? 夏洛特的父母显然也会认同这样可爱的小外号。 早前,凯特·米德尔顿在谈到自家的三个孩子时就说过,夏洛特成长得飞快,在三个孩子中,夏洛特是负责人。 不过,这不是小夏公主唯一的昵称。 威廉王子曾在谈到女儿夏洛特时用Meninette来称呼她,这个词来自于法语,意思是小而精致,用来形容小公主也甚是恰当。 妈妈威尔是王妃凯特则会用夏洛特这一词的常见缩写落地来指代女儿。 有一次,凯特访问北爱尔兰时与一位民众交谈,对方告诉她自己的儿子多大了。 凯特回答说,哦,那她和落地同龄。 身为王室公主,七岁小朋友夏洛特身价不菲。 Electric Right on Cars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世界名人子女的净资产,来判断谁是2023年全世界最富有的孩子。 结果显示,这个孩子就是夏洛特小公主。 尽管自2021年起,到现在小公主的净资产下降了12%,但其身价仍有36亿英镑,约合299亿元人民币。 夏洛特小公主的身价甚至超过了她的哥哥乔治王子,尽管如无重大意外,乔治未来将成为英国国王。 Electric Right on Cars将这一点解释为凯特米德尔顿效应,这种效应就与从前的戴安娜效应一样,王室的时尚选择会对时尚潮流产生巨大影响。 而在三个孩子中,最能代表王室时尚的显然是夏洛特,毕竟,女孩的时尚选择更多。 此前这家公司还曾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来了解哪些名人子女对儿童时尚影响最大。 结果是,排在首位的为美国真人秀女星金卡戴山宇说唱歌手凯因维斯特的大女儿小西北,Northwest,吉诺斯,紧随其后的是威尔与贾达平克特·史密斯的儿子贾登·史密斯,再接下来便是凯特王妃的三个孩子了。 其中小夏公主击败哥哥乔治王子,弟弟路易小王子,以9.4的评分获得第三名。 而在去年菲利普亲王的追思会上,7岁的夏洛特小公主成为焦点。 夏洛特小公主穿着深蓝色的泥子大衣,深蓝色的连裤袜,黑色小船鞋,梳着可爱的发辫,落落大方,亭亭玉丽。 妈妈告诉她可以笑,表情严肃的夏洛特和主教握手时,微微一笑,人们都笑着看向小公主。 夏洛特小公主神似女王,沉稳大气不识活泼,智慧有思想不识诙谐,精气时而超越常人。 一眸一笑偶尔有点奶奶戴安娜的影子,比奶奶戴安娜和妈妈凯特,看上去更有思想更坚定,活脱脱女王太奶奶的饭。 难怪女王见到刚生下的夏洛特后,止不住地喜欢。 梅根和哈里的女儿虽然占全了女王和戴安娜的名字,超越夏洛特小公主恐怕有点难。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著名的美国动画喜剧连续剧《南方公园》已经有31年的历史, 它的创意起始于1992年,1997年开始连续播出,至今已播出24季,308季。 《南方公园》以其黑色幽默广受好评,除它的喜剧特色外,《南方公园》还有着另类预言家的美誉。 然而,据英国《静报》,当地时间2月2日消息,最新的《南方公园》, 剧集中不但对英国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王子与梅根马克尔做了搞笑的辛辣嘲讽, 还隐晦地预言两人的婚姻将走到尽头,这对哈里,梅根二人来说可不是好兆头。 这一集中讲的是加拿大王子与王妃的故事,但故事中的造型确实如, 《静报》所言,不需要是什么天才,便可以看得出故事中的人物就是哈里王子与梅根了。 剧集的标题叫做《全球隐私之旅》,故事里的王妃被描述成姐妹会女孩, 女演员,影响者,受害者,喜欢瑜伽,书法,美食和写作,拥有博客, 是女权主义者其中的受害者定位与梅根自己的宣传和其相符,令人玩耳一笑, 王子则是皇家王子,百万富翁,受害者,正在宣传她的自传Why? 这显然是在影响哈里,哈里不正在宣传她的回忆录备用Spare吗? 故事中,王子与王妃很生气人人都侵犯他们的隐私, 于是他们试着去一个山区小镇隐居,保护自己的隐私。 正如南方公园创作者特雷帕克和马特斯通的一贯风格, 整集故事中一直在对哈里和梅根插科打混, 并将他们的许多搞笑新闻细节加入到故事里, 而观众们当然已从故事里又找到一个隐秘的细节和笑点为乐。 比如,上图里是故事中王子的自传风皮, 跟哈里王子的自传备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也有些细节,需要观众有鹰眼才能发现其好玩之处。 比如说,动画片里出现了一只大蜡烛, 眼尖的观众看明白了这是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葬礼上 哈里梅根的蜡烛丑闻的呼应。 动画片里说,加拿大王子和王妃一直在抨击加拿大的君主制, 因此他们很不受加拿大王室成员的欢迎, 在参加王室葬礼时,王妃总是被一只蜡烛荡住, 媒体简直无法拍到她的照片。 事实上,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上的确发生了这一幕, 推特上部分网友甚至怀疑是王室故意将梅根安排在大蜡烛的后面, 这样媒体几乎只能拍到她的黑色礼貌。 再比如,动画片里说到王子王妃在包装自己的过程中, 遇到了跟第一夫人有关的烦恼。 显然,这是在嘲讽哈梅与奥巴马夫人之间的关系。 媒体曾一度认为哈里、梅根与奥巴马夫妇间有着深厚的有益与紧密的联系, 然而,自从哈梅接受奥普拉温·弗瑞访问之后, 两对夫妇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 据汤姆·鲍尔的复仇《梅根·哈里与温莎的战争》一书中记载, 米歇尔·奥巴马对梅根·哈里对于王室的攻击感到惊讶, 他认为梅根因更多地利用王室平台做好事, 他们首先是一个家庭,我为他们祈祷宽恕与治愈。 王室作家卡米拉·托米尼在《每日电讯报》上撰文说, 奥巴马夫妇重视家庭,他们不喜欢哈里夫妇攻击家人。 据悉,对于来自南方公园的DIS, 梅根感到沮丧和不知所措。 然而,恐怕最让他触目惊心的是该级的结尾, 王子决定停止将自己创建成一个假品牌, 他决定离开,但王妃没有回应他, 决定在没有王子的情况下留下继续包装。 而南方公园还预测哈里有一天将会离开梅根。 考虑到南方公园,曾预测了2005年的断贝山, 在他们的剧集《无肤制埃博拉》上线的同一周出现了埃博拉病毒株, 1999年曾预测神奇宝贝, 他们的毒蛇预测对哈里梅根来说也太可怕了。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梅根哈里两口子早已面合心不合, 哈里王子对之前冒犯家人的种种行为痛悔不已, 对梅根的资猪弊较, 爱贪小便宜又奢侈浪费, 对财富极端贪婪的做派大不以为然, 两个人的矛盾日久迷深。 至于为啥这小两口在美国两年就从炙手可热到门前冷清, 把自己的人气消耗殆尽, 有网上的众多分析连篇累读, 在这儿就不重复了。 现在, 估计两个人也看出了事态不容乐观, 在自己安如鸡的前提下, 不断放风各种走向迷惑的小道消息, 目的无非就是试探大众反应, 再顺势操作, 以求自保。 这就应了之前网友说的, 不管咋样, 二哈的王子是真的, 两个孩子的王室血统是真的, 实在不行, 用阿琪小莉莉威胁查尔斯, 手里最后也就剩下这张牌, 目前倒是不用担心哥儿姐不想活下去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